重溫APL多南亞職業 籃球聯賽季後賽 白三是香港東方龍獅 作客越南西貢熱火 打他們第二場比賽 東方龍獅領先場數1比0 來到作客開球初段 分數方面挺接近 布欣這球交給陳紹榮 整個三分球 開球初段 陳紹榮首節有兩球 是的 紹榮左右開攻之下 這球應該是第二球 這球差點被林泰諾偷到 林泰諾在偷球上沒有見樹 不知道是疲累 還是覺得自己 不如打好穩固 打好防守 慢慢打好 西貢熱火方面 得分球員當然不少得2號的丹尼爾 其實這場比賽 他們回到主場 每個球員都很精神 好,這邊射三分球 也有我們的王牌艾利諾 打成16平手 在這場球中 其實很少快攻 主要他們在上半場 都是用快攻的三分球 來解決對手 的確兩隊球的三分球 在上半場表現得非常好 看看你的球 史蒂芬 麥摩根 上場球作下我們修正球場的時候 全場比賽只有7分 今天回到主場 終於有表現了 打完第一節 東方龍獅領先25比21 這時候在看第二節 其實今天西貢熱火可以跟東方龍獅 支持得這麼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摩根 說真的,那些三分回來了 如果不是,我猜他們也挺麻煩 因為說真的,他們沒有其他球員 可以幫忙射三分 阿諾特那些打仁斯一球 丹尼爾那些兩球 整隊來說 如果摩根沒有了幾球三分球 也挺麻煩的 林泰洛也是在第二節 曾經有一段落後的時候 也是靠著他的三分球 又帶領球隊打上來 上半場剩下一分多鐘 連以往比較少射三分球的丹尼爾 這一天回到主場 也有三分球的進象 對,今天他有兩球 但很少可以 因為這個球員喜歡爆籃 衝入瓶 這球漂亮 就是陳兆榮第一時間 給到他… 這個布在手上 可以繼續進行 不過這球球就大貪了一點 在延長前 自己打算衝過去上籃 誰知道不進去 還要被對方阿諾特爆籃成功 結果打完上半場 西宮月火反超前 比數是48比43 他們在上半場的三分球 命中率有4乘4 不過我們香港東方同事更厲害 11射8中,有7乘2的命中率 看看下半場的賽事 對,向來我都說 東方龍師在三節 是特別打得好 到了這一段 其實西宮月火 摩根啞了火 靠著丹尼爾的丹達獨鬥 誰知道球球勞貌少數 讓布欣輕鬆 雙手入瓶 下半場,東方龍師明顯有部署 希望儘量這球比下去 就是在布欣打 包括這個球 林太郎,很瀟灑 拼完之後 把球彈地扣給布欣 因為布欣始終布欣在籃底方面 有優勢 我不知道是否阿諾托里斯 那個戰術的運用 就是上半場 你們先射三分球 或者做外圍 就不要搞那麼多 和布欣那些2名遊戲 但不知道為什麼 來到下半場 突然很肯加入球 不過這邊的三分球繼續有 李奇這個上籃被對方鋪了下來 但是勤力的阿諾就搶回 輾轉過來林太郎 補回三分球 完第三節的時候 是領先西貢月火的 到了第四節 這個較為尾段的時間 其實也挺膠著的 幸好林太郎 射入了這個腐鹿的三分球 其實林太郎這場 也為球隊貢獻了26分 西貢月火落後 追分 一定要靠他 2號的丹尼爾 第四節他的表現也很活躍 不過還是那句 西貢月火始終都是 後備兵源很缺乏 所以變了主力的球員 基本上他的上陣時間也很長 這個球也是林太郎 交給布欣做個策利屋 還有西貢月火的死因 就是三分球 突然上場那麼好 下場沒有了 相反 東方龍師把得到內線的優勢 懂得利用到 這個曾經打過世界NBA的布欣 比賽的尾段 西貢月火方面 有阿諾特的三分球 把比數追近 令主場的球迷都覺得很興奮 認為球隊真的帶來一個希望 好,繼續追 丹尼爾 這個球的布欣很明顯 在防守上有點大意 被對方奪得高球 給亨利基斯亞 最後處理這個攻勢 交給艾利諾 雖然眼睫著布欣 但決定自己上 其實艾利諾在這場比賽的表現 並不太好 不過進入完這球之後 跟主場的球迷還發生了爭拗 最終香港東方龍師 是以86比79擊敗西貢熱火 以總場數2比0淘汰對手出局 將會跟新加坡騰飛之師 爭奪總冠軍